还有宜蘭市公所为了推广象棋对异活动 特别在今天举办了104年的宜蘭市长杯象棋锦标赛 比赛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 总共有85位象棋高手来报名参加 104年宜蘭市市长杯象棋锦标赛 今天在宜蘭市社福大楼5楼的展演室举行 总共有85位象棋高手参加 比赛分为社会组和学生组 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 下起起来都步步为营相当小心 今天来参加的社会组有50人来报名 这个学生组也有35人 所以我们的高原原来对于 我们这个象棋爱好的朋友是非常多 最小孩还是幼稚园的大班 最多还是89岁 所以这年轮禅为孩子和老人 和青年和壮年都会有 所以既然说按设计这种活动 我们要多多来推动 尤其这有很好的我们的文化 也有很好的我们的智能训练 也有很好的一个传型的文化 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我们有法继续来推动 推动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民族性的文化 我们有法继续来保证 协会理事长表示 象棋能够训练大佬的思考 所以下象棋的小朋友 不仅能培养定力 也能帮助学习 甚至能让老人家保持头脑清晰 像是古早 很早 就已经是我们的鼓势和这种人 我们一定要推动下去 因为看到今天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 是人所的元素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料 也是所以这个活动 更希望我们尽量要推广 驾驾有真好 驾驾大家都来当头脑 不管大人小朋友 还是社会人士 还是不管你有参加我们的学会 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象棋是一个很好的静态活动 为了让象棋记忆能够继续传承 协会希望明年能扩大举办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体会象棋的乐趣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